怎么办 这里出不去 我有办法 跟我走 走吧 你们谁可以告诉我 这到底怎么回事 丹尼尔要对新陈不利 丹尼尔 我把这本书让给你 你能替我保守秘密吗 这本书你都找得到 喂 星辰 昨晚羊羊家的大牌 当被人砸了 那些人说 交他离郑楚药远一点 要不是亲妈妈朱莉亚 亲口说出真相 或真假时的贵公子们 将陷入丑闻的泥闹 为了成为真正的公主 林星辰可真是费尽苦心啊 不仅基于日药集团大少爷 郑楚药 就连公主的随护江念语 都不放过 用三个字来形容 就是贱南春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太可怕了 那要怎么办啊 现在我还不知道 我们先在这个地方躲一下 你们住这里 那又怎么样 虽然这里是杂物间 但也是五星级酒店的杂物间 怎么说 都比你家好多了 你们两个住在这里 嗯 这是经理今天给我们的房间 我 我正打算 跟他们商量商量去换呢 喂 你干嘛 喂 干嘛 收拾床铺 我们今天 睡这里 你再开玩笑吧 像本少爷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睡在这个地方啊 而且 我是女孩 我怎么跟你们挤在这儿啊 我怎么跟你们挤在这儿啊 星辰 你放心 我会保护你的安全 你的安全呢 就由我郑楚药来负责 相信我 我就守在这里 让丹尼也一根寒毛都没有办法碰到你 行了吧 谢谢你啊 嗯 喂 林星辰 你该不会是半夜想要偷给本少爷睡觉吧 我是怕你晚上一个人偷偷溜走 然后把负债都留给我 哼 不要怕 不要怕 喂 你干嘛 怎么了 哼 清晨 经理没有说这里没有厕所 我们都惹了这么多麻烦了 怎么可能还有厕所啊 走廊不是有员工厕所吗 什么 员工厕所 你要本少爷上员工厕所 你可以不胜 我又不是你 整天睡在桌子里 还会搞这些有的没的 很厉害啊 我先睡了 喂 喂 喂 为什么你刚看到我的时候 以为我是你的幻觉 可能是因为我太累了吧 所以就出现了魔鬼的影子 你真的那么讨厌我 其实呢 我应该谢谢你 要不是你教会了我这些生存技能 我跟郑初遥可能都被送到警察局了 对了 你不是昨天就应该出国了吗 报道时间延期了 那下一次你出发的时候 我一定要去给你送行 我还以为你不想见我才跑到这里来的 怎么可能 都是因为那个郑初遥借了熊鼻的衣服过来 我以为他是你我才 所以你是因为觉得是我才会跟着走 对 你说让我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为什么 你喜欢的人 不是郑初遥吗 我 我喜欢的人是 我们集团已经决定要在北欧开拓市场 我要你去一年 做前期工作 作为你要和林行臣在一起的代价 你愿意吗 江念雨 告诉你 本少爷已经决定要开始认真了 你最好小心一点哦 江念雨那天急着跑去找你 居然耽误了飞机 所以错过了去为那音乐学员报名的时间 他可算是为了你放弃了出国的旗